《元宵佳节》 相信大家都感到相当兴奋 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看《陆小冯》 就会有《月圆之夜,止禁之巅》 《一劍西来,天外非仙》 现在就是什么呢? 《元宵日夜,黄金门外,西人西来》 大家都疯了 《沿途风平浪静,无游行示威》 除了可能协于《瑞报》、《装甲车》、《劍齿虎》 和《反恐特勤队》 在市区高调巡邏 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都是一场戏 结果又另外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无游行示威之外就太不像样了 于是爱国爱港的香港小粉红代表 陈静芯 就变成了对家 变成了股思瑶 就向夏宝龙告御撞 广播 他不满李家超的劣政 经常以软对抗为武器 扼杀香港的言论与新闻自由 如果我不是看过新闻标题 说他叫做陈静芯的话 我以为 为什么社民连出现了这么出色的人物 一个这么不怕死的烈女 如果不是就是股思瑶未出来示威 已经说他善惑了 已经判了九个月了 那陈静芯这一身打扮 红色口罩 红色上衣 蓝图告御撞 起码就是高级红 低级黑 这样的话可以抓的 原来不是 他今早以红色力量的身份 不知道是什么组织 原来在中联办 原本就准备在中联办 向夏宝龙请愿 但是听从警方的建议之下 就没有前往中联办 反而就是港铁站附近见记者 并向一位代表交请愿信 我不知道那位代表是什么 为什么会在港铁门外 莫非就是他请愿的对象是港铁 起码请愿的常识是我们所理解的 你都会最接近你请愿的对象去交信给他 如果交不了给夏宝龙的 你都会交给他 一个代表他的机构 当然就是中联办 原来不是 是去了地铁站 那我想问 为什么向夏宝龙请愿 会在地铁站门口交信的呢 真是想极不明白 难道他抗议 这个夏宝龙封路的问题 似乎又不是 因为封请愿信是这么说的 他说请问夏宝龙 在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人是否仍然享有言论自由 及新闻自由的权利 因为在李家超管制下 他指香港经常仍然有 远对抗和黑暴苗头 令市民觉得远对抗成为 特首打压消灭反对声音的武器 质疑这种管制作风 只会令立法会沦为 举手机器杖皮图章 反问国安法 是不是为了让政府 更容易消灭反对声音 方便推行他的劣政败政 咦? 有点了道嘛 陈静心指希望港府能够解释清楚国安法 怎样才违反国安法 怎样才远对抗 你没有听过 邓炳强说的吗? 他就是不告诉你 否则管制者滥用国安乱购帽子 损害港人权利自由 令市民提心吊胆 人心惶惶感怒不敢言 陈静心曾经出任 爱护香港力量召集人 2014年占中前后最为活跃 他较早前在微博发文批评李家超 内容和今次公开信内容类似 但是这个博文发布一天之后 就被微博删除了 所以我就说 究竟哪一位代中联办接信呢? 不知 总之看到有一位 好像側面看似林宝宜 不知是否警方代表 在一个色彩缤纷的地铁站的外场 接了陈静心的那封信 这就是新时代香港游行示威 不要紧 不要紧 其实一场戏就什么都包揽了 导演就会安排了一些角色给你的 真的那些角色就没有了 抓了就坐牢了 他怕香港真的变成一个没有反对声音的意见呢? 他就会自我分裂出反对声音出来 就像中国所谓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憲法是这样写的 没有一党专政的 所以支联会说结束一党专政 基本上是不知道他说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他们 因为根本香港不理解大陆 黄振文也说过大陆是一党多党合作制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其他的政党都死得七七八八 他们叫做民主派的 那七个民主派政党 不要紧 共产党会派人进去 去做这些民主派政党的领袖 是令到他们继续实现 这个宪法里面 为了不是一党专政 不是一党专政 其他的民主党派没有了 已经死掉了 解散的解散文革的过不了 死掉了 反右也过不了 那怎么样? 不要紧要 我做你那份 等于很简单 早上在宗教局上班 下午就穿一件道士袍 就是这个道教联合会副主席 就是宗教局的官员 我不知道那些什么班禅 那些藏传佛教 那些活佛 都是在宗教局上班 甚至 凡蒂江委任的那些主教 都是在宗教局上班 那件衣服 随时是混乱了 其实上个星期还穿着道士袍 下个星期就要变活佛 他做了 那些高僧 他担心没有高僧 因为真的那些高僧 基本上 如果是藏传佛教的那些 要么就逃亡 要么就死了 其他那些又不敢出声躲起来 于是他就自己扮起来的饭 这个是陈正心 我就是这样看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重伏 最终 其实都是一个 只是以往 外护香港力量的位置 你看到附阵中的那些都没办法 很少出现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就是这样了 所有群众组织 在运动开始的群众组织 去到运动中期 都会成为condom 然后慢慢搞着搞着 这些不满的群众 可能就成为运动的对立面 可能是 打击的对象 现在政权已经拿完了 所有公共资源 所有立法会议席 区议会议席 社区组织 全部都垄断了 那时候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看过投名状 为什么太平军绽极都绽不完 如果绽灭了太平军之后 这些汉族的 这些曾经是江南大营等等 这些这样的军官 地方军头 哪里有得干 慈禧太后还会撥军响给你们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 仰扣自重 现在就是 当没有了反对派之后 结果 陈泳因就片了曾玉成 然后陈正芯这些就没得干 要化身成为民主派 反对派 才找回个角色 但是不要紧 群众演员也是演员 起码陈正芯入戏 那封信写得像无子弦 那首字是不行的 封信的内容都抄到十足 像泛民 比起深水埗门口隔剑的那些猛男 就起码专 在今时今日 相信香港人都知道 自由的可贵了 怎样才可以在互联网世界里面 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呢 自由就是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时事评论员 IP地址和浏览记录 大家就不用担心 放心上网 自由选择 我们不知道将来 会有多少的网络资讯 会被审查被禁制 但是只要你有VPN在手 就可以打破这些限制 突破审查 Nord VPN 维护你的自由 现在光顾Nord VPN 还提供三十日退款保障 透过城寨订购Nord VPN的朋友 除了享有独家折扣优惠 同时为你提供三十日退款保证 手续很简单 只要在下面简介区 Click入Nord VPN的连结 输入优惠码 Sing Jai 就可以了 中国边境进入德州的大陆非法移民 是拿着一本《圣经》的 那为什么呢? 就骗美国佬了 就说自己在国内受到宗教迫害了 以前就是什么呢? 一骗政策 现在不行了 因为取消了一骗政策 再之前就是法轮功 再之前就是六四 只是那几条桥而已 来加拿大和美国尋求庇护 现在什么呢? 现在就被宗教迫害了 那究竟为什么会有人 用这个宗教迫害的理由 去进入美国 而美国为什么会接受呢?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去年有4万名中国移民 非法越过西南边境进入美国 合计共有250万 各国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今年一月 非法移民增加12% 其中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人数 增加了两倍 今年一月有3,700名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在大选年 边境危机已经成为 拜登的政治难题 来自中国福建的30岁 化名王美慧 去年4月在墨西哥进入德州 过去10个月一直住在纽约 两年前改信基督教 藉宗教理由申请庇护 在美国西南边境附近 受访的其他中国移民 都将宗教自由当作赴美的理由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会被人叫做黄虫 你信他们是基督徒? 王美慧受访表示 他在中国一所大学毕业后 从事会计工作 每月收入约1万元人民币 已经挺好的 其中4千元支付房贷 3千元用来购买外币 我钱不够 也没有赚更多钱的希望 他坦言 经济是他离开祖国的原因 因为日子过得很艰难 王美慧表示 2018年申请在俄亥俄州一所大学 被拒绝两次之后放弃 接着他从香港 飞往 开放中国公民免签入境的阿瓜多尔 花了3天穿越雨林抵达墨西哥 因为是自助旅行 只是花费3万多人民币 我还未结婚 没什么可以阻止我 我决定冒险一事 在没有签证下越境赴美 在美国被拘留两天之后 王美慧搬到纽约皇后区法拉城 当地推算有7万名中国移民 是靠着中文就能够过活 王美慧英语能力不佳 目前是一间中餐馆工作 每月最多是能够赚到数千元美金 工作时间长 但现在的生活品质更好 他说 中国的防疫措施和房地产价格暴跌 刺激更多人寻求离开中国 而他是以宗教信仰为由6月申请庇护 很多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非法移民都已经走这条路 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23年9月的财政年度 美国移民法院职押的庇护个案增加了三成 达到100万宗以上 为法拉城地区移民提供支援的牧师Mike Chan表示 目前中国的移民潮主要是由疫症大流行之后 中国经济衰退 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变动引发 人们觉得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希望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量就由厄瓜多尔 经巴拿马 墨西哥 徒步 就去德州边境 进入美国 我就说身体是最诚实的 无论说到风光这边独好 东升西降 中国经济 从稳步向前 你信的话 为什么那些人要走呢 就真的不明白了 在城寨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就是3月1日 3月1日城寨新闻跟大家见面 今天是星期五 首先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为什么呢? 就是很重要的 决定大家未来在香港 究竟如何去应对新常态呢? 为什么呢? 主要是香港将会进入 大家千万不要重点放进去的 切伤辣椒、烟碎 或者是派半福利 减糖一半 这些为民措施 什么都是假的 或者是振兴旅游业 月月烧烟花 重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香港的理财哲学 是什么呢? 借钱度日 这就是陈茂波本身 在财政预算案之后 跟记者会里面交代的 以发债的方式 成为政府重要的理财哲学 听下去就好像借贷度日 或者是卡卡 我们以前讲到什么哲学 实际上什么哲学都没有 香港人最熟悉的是 刚刚出来工作的 一张卡还不完 就问另一家银行 申请多一张信用卡 就在那张信用卡那里 借钱出来 就把上一张卡 就是我们香港人 刚出来工作 没有钱的时候的理财哲学 现在竟然成为特区政府 我们以为以前量入为出 才叫做理财哲学 现在叫做盖卡数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大事呢? 开宗明义 看宏观的东西 不要看细节 宏观是什么呢? 香港会进入中国大陆地方债务模式 这个就是把中国大陆的财政管理引入香港 这个才大事呢? 以前我们港英时代 由夏顶基 或者由郭柏委一直到夏顶基 下来的审慎理财原则 就完结了 已经是彻底完结了 去到举债到日 就是财政储备会清零之余 还要欠下大量的发债 然后如何还这些债务呢? 就是用新的债务 发新的债务去感救的债务 陈茂波说的 不是我说的 就是等于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经济所谓的奇迹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就是由地方政府 将卖地收入融资 将这些项目拿去融资 由恒大、碧桂园那些高价投了这些地 然后拿去融资之后 再成为成大N倍 然后拿去投资新的项目 建公路、建高铁、新开发区、鬼城等等 这就是实现了所谓中国经济成长奇迹的part 2 part 1是什么呢? 剥削现代龙奴 就是民工去实现了制造业的起飞 part 2是什么呢? 为什麽? 大家经常在建制派都说 那些广东省的高速公路 五线行车? 也不知道多快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条公路里面有多少车走呢? 第二 那些高铁现在去到广东南站 广州南站也是五十多分钟而已 当然南站入市中心要一个小时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多少人搭高铁呢? 所以我就说 这些政府举债发展模式是不需要看效益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将债务当作为政府的收入 在报纪里面 在会计里面 将它视为政府收入 然后掩盖了再之前借的债 债盖债盖债盖债 就变成滚雪球式的债务了 香港现在开波了 拿来做什么? 北部都会计划 以往港英政府思维什么? 没有钱的就剪掉了 10年住屋计划 当年石油危机一来 麦里浩就剪掉了 不是麦里浩剪掉的 其实是夏顶基剪掉的 因为他觉得政府没有钱 说起身机场说了很久 为什么到六四之后 韦逆逊才拿出来呢? 启德机场其实在七十年代尾 已经饱和了 因为没有钱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没有钱都要做北部都会计划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baby 北有鸿安新区 南有大湾区 一定要办成 于是鸿安新区就是全球最大的鬼城 现在就逼那些北京的高等院校搬进去 已经开始了 香港有一段时间是鬼城 起码十年 北部都会计划 建成之后 不要紧 但是这十年来怎么过呢? 债盖债 这个就是计算出来的 明日大婴不做 一定不做的了 没有钱 就断了明日大婴 但是 为了整汽水遮遮掩掩 就继续给钱去做研究 什么时候动工? 不说 什么时候填海? 不说 这个就是明日大婴的下场 但是 对于债盖债 大家想想 预算案提到 政府未来五年 每年发债是950亿至1350亿 为了推动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项目 而交易周人工岛 即明日大婴的相关研究会继续 但是具体推展时间 将考虑公共财政状况等因素 结果 传媒不断追问明日大婴项目是否煞停 如果将来不做 现在继续做 是不是浪费金钱呢? 陈茂波说 北部都会计划和人工岛进行的时间 有先后之分 人工岛落后于北都 先做原田海研究 再审视技术可行性等等 看进度 有可能迟一点 但是他强调 人工岛是政府重要土地储备项目 一定会做 至于发债得到的钱是什么呢? 陈茂波说 每年平均发债是1200亿至1300亿 部分资金用来常还 之前已经到期的债务 扣除之后 每年可用资金只是几百亿 现在未有六债、银债发放时间表 但他明然未必像过往一年做一次 会留有弹性 即是一年最少发债不止一次 可能是两至三次 他透露如果不计发债的收入 政府要去到2028到2029年才会转亏为盈 好了 现在就有7千 剩下7千多亿的财政储备 如果到2028到2029才会转亏为盈 我粗略估计 不算发债 你不要当发债是收入 扣除发债的话 每年最小赤字1500到1600亿 即是说去到2024、25、25、26、26、27、28、29 即是说去到五年之后才会转亏为盈 即是将会去到那时 香港财政储备归零 这是我第一个观察 香港财政储备没有了 钱用在哪里? 借钱用在做什么? 是北部都会计划 用北部都会计划 将香港的财政储备清零 借了来的钱 投资下去 你带动经济收益 政府税收多了 就可以盖上赤字了 对不起 基建投资的回报期是相当之长的 即是说至少在2028到2029 今后的五年都不会有收益 因为拿来地盘平整 开发土地 基础建设 都没有楼落成 没有写字楼落成 落成了也不知道卖成如何 有没有人搬进去 是不是好像洪安鬼城那样? 最保守估计 发债的六千多亿 每年1200到1300 一直到2829 才会回复财政盈余 即是说这段时间里面 发债的钱 除了拿来还旧债之外 剩下的钱 一年只有数百亿 虽然发12亿 其他的钱拿来还债 不是 于是 卡卡卡卡卡卡卡时 你真的用来提升竞争力量 力量也 Sweet 就少了 那些回报奥涯都看不到 也就是说这几年这里 匠egal roads 除了财政傅备会清零之外 政府债务 会作几何级数的增长 这个就变成中国大陆地方政府行为模式 就是用举债的方式 变成政府的钱从何来 举债 大陆也好一些 他用那个叫做卖地的发展 未来卖地城市开发计划 因为他土地的开发 还很多地 就拿来融资 香港没有 所谓绿色债务刀手指 是什么都没有 就信不信 就是说政府长远的信贷评级会下降 一路借钱一路借钱 靠债盖债 卡盖卡去还 借贷成本越来越高 而能够用于推动真正经济发展的 用来建轨城 这些基建和当年地下铁路 甚至是设立各新机场 或者十大工程建设带来的效益 完全不可同日而遇 你看到高铁 和港珠澳大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从有三跑 落成了之后到现在都没用 也要延迟 你们就看到了 在过去那十年 由曾荫权后期到梁振英一路所推动的基础建设 带给香港什么经济效益一游轮码头 启德体育城 到现在又再延迟了 明年2025才落成 可以使用 也不知道行不行 好了 西九文鱼艺术区 搞了百多亿的投资当年 到现在二十年之后落成 结果 是放了故宫博物馆和弃曲师储中心 有多少游客啊 原来 凤诚淑仪 CEO说赤字连连 不再够就死了 你想想 原来是不行的 不要紧 再理 投资了的没有回报 月月烧烟花 带来的《文汇报》报道 平均大陆游客消费是三百元 你几百万几百万 每个月这样消费 来 entertain 人均消费三百元的大陆游客 你盘数怎么计 根本是计不通的 然后举债放到香港版的鸿安新区 为什么 因为这是政治任务 不可以因应香港的公共财政状况 来作出调节 即是香港的财政纪律 彻底崩溃 财政纪律崩溃的后果会如何 政府处备清零 债务急升的后果会如何 就是影响到香港特区政府的credit rating 举债成本再高 再举债 这是无底洞 中间益了哪些 就是地盘平整 中国海外 中国建筑 这些中字头的央企 为什么 一带一路都没有了项目 全球一带一路项目 只有香港 竟然是蠢度用举债的方式 来发展一个不知回报的北部都会计划 那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这是中共的指令 中共指令 切商辣椒 讨好商界是假的 我告诉你 楼市是不会升的 你如果只要细心分析 就是陈茂波这个所谓理财哲学 你想想香港楼市怎么会升 他现在就是什么呢 鼓励人炒楼 取消SSD等等 就是希望引入炒楼之后 大陆的那些优财输入 就顶住楼市 然后制造财富效应 然后度过这几年 但是我告诉你 你又搞23条又搞假新闻法 这几年里绝对不会好景了 外资不会回来炒股票 我炒的我炒日股 我炒自己加达股市也好 也好过来香港 我炒台湾股市也好 为什么 因为赚到钱就可以了 他对香港有感情的吗 这些外资 没有的 哪里赚到钱去哪里 接着下来 第二步 就是财富效应很快消失 这些叫做一次性地产纾困措施 是一次性的 一野小阳春 我告诉你 不会超过两个礼拜 绝对不会超过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涌入市的 恭喜你 除了之外 股市 你看到今天股市是跌二百多点 这个就是股市的反应 就是说没有办法了 还有 是人都看到的 税务学会好 税银好 摩根大通好 你当别人傻 别人一看你的数据 就知道 这样举债来发展这个 港版鸿安新区 而回报是多少 不知道 一个无底洞 总之就可以了 总之就可以了 过万亿的将来收入 握手指 好了 我当你真的过万亿 但是说是十年之后才有 那现在这十年呢 那怎样呢 一个人赚钱的时间 财富增长 不会有很多过十年 大家记不记得 1997年底 亚洲金融风暴 12月 一直到2003年 沙士这段时间 香港 七年时间经济衰退 七年 连续财政赤战 五年 香港现在再步入这个周期 但是这个周期 会比起 亚洲金融风暴 这么严苛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了复苏的动力 中国大陆经济不行 你搞北部都回区 你以为撤销双辣椒 SSD这些引大陆人来买房子就可以了 非香港居民来买房子就可以了 他自己都不行 我想说 所以 这个叫做卡卡卡 债感债成为理财哲学的话 就宣布由港英年代 你以为只是代以政制清零 清除港英代以政制时代 那些社会软件 不是 连香港政府公共财政管理的哲学 由港英年代 由郭柏惟、夏顶基、麦高乐、曾荫权 一直留下的理财哲学 宣布彻底玩完了 现在 是香港举债到日 是成为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的一员 现在加入中国债务危机的其中一个玩家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以前是说的 不是七千多亿 香港财政储备是过万亿的 其实是 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 短短由19年到现在 四年时间 未到五年 变成是举债到日的政府 还要每年不单只要举债 一千二百亿 还要不单只一次 是两至三次 即是说五年之后举债六千多亿 那你说 社会影哲学会是怎样呢 最终你现在看到 静静加了五百万年新的人的入息税 加到15% 即是说将来继续开盗 越来越没有钱 就会继续向这些高收入中产开盗 政府征费越来越多 所有新税项全部都会加 就算交袋税都会加 你以为傻的 他们不会按这些键 维利泊车越来越贵 食包烟96元 就只许州官放烟花 不许百姓点香烟 这就是香港未来的情况 15分钟完 告诉大家 香港正式成为中国大陆地方发展模式的其中一员 回归了 人生未回归 不过 连财政管理方式都全面回归 你就看到了 政治体制回归 叫做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 财政管理回复回去 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管理 一模一样 以前我们不是这样的 有个财政纪律 基本法写了 怎会举债度 成为理财哲学 用法债 违反基本法 基本法是什么? 审慎理财量入为出 这才是我们的理财哲学 现在公然违反基本法 举债度日 成为香港的理财哲学 那你说 大家 对香港的前景怎么看呢? 对楼市小仁春怎么看? 对施映青很多人封盘怎么看呢? 大家心中有数了 15分钟评论 这个财政预算案 到这个结束 大家都高兴了 因为Taylor Swift 终于在东南亚的演唱会 在新加坡展开了 这个争论 相信告一段落了 香港就很厉害了 香港立即使出大拙 令到新加坡的Taylor Swift演唱会 大惊失色 我就说 有些事情你真的猜不到 特别是以结果为目标 包括春节里面 大家买桃花回去 只在看那些花开的 但是有人不是 有人是为了看结果的 所以 一出招 这个高手 究竟 是不是这个行家自有分晓 那香港怎么应战Taylor Swift呢? 就是以派免废雪糕 给点掌声 真的 你猜不到 你猜到的话还是吃神的吗? 那大家听完之后 立即真的以为在看吃神 笑到滚了 用富豪雪糕来迎战Taylor Swift 就是这个艺术三月的头一炮 就是免费雪糕 好了 这个互动尝试问答比赛又再展开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网络上 经常有一个用语 就是叫做 什么什么什么吃甜筒呢? 我就不给大家答案了 大家自己提供答案 没得选择这个 叫做open ended 这个问题 有 加分的 这条 究竟什么什么吃甜筒呢? 有没有人答到? 这样 我真的很正经 看白大家都很少 去这些论坛 去浏览一下 在香港使出大拙 用富豪雪糕 有人答到了 有很多人说 因为这个节目是合家欢时间 所以我就不说出来了 大家自己看留言就知道 什么什么吃甜筒 果然应了棍 大家看到 这么出色的杨润红拿着一杯甜筒 第二条问题就是 究竟在重击这个taylor swift 用这个软雪糕 来对付新加坡的东南亚独家 三百万一场 我们不用三百万 我想十万一天都搞定 究竟动用了 多少架富豪雪糕车呢? 秦媒国区 对陷新加坡 Taylor swift 杨润红就说 这个艺术三月 就是以软雪糕车 穿梭香港大街小巷 在三月一年 四个星期六 问你死了吗? 游走国区 免费派雪糕 艺术三月包括 其实我也数过了 其实那些 你有没有 艺术三月都照样举行的了 艺术节 香港艺术节很多年了 影视娱乐博栏 老董年代都有的 亚洲电影大奖也是 还有巴塞尔艺术节 我想都来了十多年了 Art Central 2024 和香港国际电影节 多项活动 文体女局长杨润红就说 透过艺术三月这个品牌活动 志在强化香港的文化艺术氛围 让市民和旅客 深刻体会到香港 每年三月在文化艺术上的魅力 为了令到更多人参与 艺术三月的活动 主办方特别安排一系列免费体验 包括雪糕车在城市各个角落派发免费雪糕 以及提供电车及天星小轮的特别行程 这些活动丰富了市民和旅客的文化生活 也进一步推广了艺术三月的文化品牌 好了,去到互动尝试文答比赛第三条 究竟 吃雪糕 和增加市民和旅客的文化体验 两者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第三条问题很艰辛 我不希望大家五秒之内答得到 所以这条开放式的问题 我就退到节目结束之前 这个文答比赛的时间 究竟提供免费的富豪雪糕车的软雪糕 和加深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 这是他说的 进入文化生活两者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政府目标是通过这系列的活动 发挥文化艺术城市的最大经济效益 促进旅游业、酒店业、零售业、餐饮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同时鼓励这些行业和文化艺术界携手合作 杨润红这一系列的艺术三月和之前的表现 令我想起 我后面的一个公仔叫做IQ博士 可能在80年代成长的朋友 都很喜欢了三明的这套作品 里面有一个叫做食酸梅干变超人 在天神村里面 经常躺在滑板上扮飞 扮超人在飞 被草菇嘲笑 杨润红就令我想起 在天神村里面 躺在滑板上扮飞的香港超人 然后回来讲讲内地新闻 厉害了 美国媒体报道过去三个月 有超过十位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直播时生 返回中国探亲 试图重回美国入境时被拒绝 甚至被立即驱逐出境 有些学生甚至被禁止五年之内返美 科学期刊Science本月一日报道 中国直播时生被拒入境原因不明 他们学校正设法协助他们返回 学校完成研究取得学位 在机场滞留的五十个小时 而到大学本周召开会议 部分被他学生不具名透露自己的遭遇 一名中国女学生去年十二月 于华府杜勒斯国际机场滞留五十小时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官员对他进行长达八小时的信问 和首身十二小时独立监禁 并要求购买三千七百元的单程机票回北京 那名学生的代理律师Dan Berger 表示 仍有再调查他被拒绝入境的原因 Berger 认为事件发生之后 不少中国学生怀疑是否值得为了 获得美国大学高等学位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其实是的,美国很危险 不要读了,真的回去中国大陆读清华 读北大也好 还有什么南京科技大学、合肥科技大学 还有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 这些都是好的,很好的大学来的 很多美国的研究成果都去了他们那里 而老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院长Lim Cooley 表示 校方正揭力要求政府机构修正做法 让学生反美继续学业 他指出大学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协作非常有限 因为发放外国人赴美签证的国务院 决定哪些人获准入境的是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耶鲁大学新成立的亚洲教师协会主席 岩正生物学家闫阴 感概,美国科学界可能因此遭受损失 这些学生与军方或敏感技术没有关系 但现在他们得去其他地方完成教育或找工作 与严谨先生,为什么他知道这些被拒的学生和解放军和西方敏感技术被窃取没有关系? 我不信美国边境海关是by random阻止他们入境的 不如公布,严谨先生 还有你自己是不是千人计划? 你也要come clean 这些亚洲教师协会 这些全部都可能受中共统战部滲透的 还有什么家中科技协会等等 加拿大都有的 我觉得赞成的,讨回公道 大家列出这些被拒的学生 我希望严教授,南正生物学专家 立即收集这些被拒,还有在小红书上申冤 你是什么名字,就读哪家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等 这些重点大学 在哪个LAP在做什么研究 然后你有没有协助中国大陆 你原本来自哪一个研究单位和哪一个大学毕业 你要证明老美是这样去反华歧视这个亚裔学生 歧视嘛 好了,你是不是应该公开 你说如果我在耶鲁大学我读历史的 一个历史是博士 你拒绝我入境 我觉得还可以讨论 我读历史怎样可以窃取 不是的 还要公布他们在X,在Facebook,在YouTube的帐户 是什么名字 你记住,即使他读历史也好 他涉嫌有参与恐吓其他亚裔学生的 还有,发表政见 有没有发表过政见 去支持共产党在新疆的镇压活动 我告诉你,全部有铺牌的 我告诉你 你以为我读文学院 他就说,为什么我都被他入境 对了,小粉红是有代价的 爱国不要紧的 现在被美方制裁 不准读博士呢 我觉得对的 也会令他们有爱国心更加坚定 为什么要去耶鲁读呢 我觉得 现在大了吗 有没有参与八国联军呢 美国 耶鲁大学当年 有没有参与这个 有没有毕业生参加过八国联军呢 有的话,为什么还去耶鲁读博士呢 为什么不留在企南大学读博士呢 读完企南大学博士 还可以来香港投考警察 这么好的出路 应该全面抵制 不再去美国读书 正在读的 立即翻国 以示爱国 当年你记不记得 清廷要求日本取缔 在东京的留学生进行反清活动 日本政府取缔的时候 当时留日的学生是多么爱国 是自焚 不是,自杀啊,陈天华 以示自己爱国之心不变 所以我就说 这些留美的中国博士生研究院学生 全部大举回国 建设祖国 不过小心啊 过海关的时候 不要拿你的研究资料 要不是坐两组三组 随时 所以现在起钉行动 好了 加拿大我说过了 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漏洞 因为特朗普破局之后 美国FBI 现在全面清剿这些 以学术交流名义的科技间谍 包括留学生 于是被他入境 那去了哪里呢 就去了UBC 去了加拿大Winnipeg的P4实验室 国家最高级别的实验室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放了一条针在里面 然后那些人就会陆续 以研究员、研究生的身份 进入LAP 研究助理、读博士生 去协助这些千人计划 被中共收买的科技间谍 去做研究 因为他一个人搞不定 好了 下面一群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博士生 是一个后面控制的系统 系统识去窃取西方科技 已经30年了 这些西方大学的左胶 是完全视若无睹 还竟然帮这些大陆留学生说话 自己的大学里面的教授 包括哈佛大学化学系组主任 Charles Lieber 竟然被判刑的 罪名成立的 被FBI 是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一部分 以学术自由的名义 协助中共涉取西方科技 包括在加拿大 现在美国驱逐这些中国留学生了 开始 看看加拿大什么时候 现在连加拿大清查都没有 究竟有多少这些以留学生的身份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 UBC等等 这些重点大学里面 潜伏在里面 包括在Winnipeg的P4实验室 潜伏了多少中国科技间谍的臥底 在涉取生物科技 几个重点项目 航空 太空科技 生物科技 疫苗 还有晶片 不外乎在2025Made in China 这几个领域 所以没有一个是蘑菇的 我赞成讨回公道的 我赞成 如果美国做错的话 一度告到他脱腹 如果你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很简单 我就读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运动 我为什么要这样给边境海关扣留50小时 然后逼我买3700美金的单程机票回北京 以后五年不准入境呢 应该讨回公道 如果我从来没有上街挥舞过五星期 没有吐打过那些维吾尔族维权人士 和西藏维权人士 和香港维权人士 没有在自己学校里面发动 去追击那些民运人士的论坛 没有在自己小红书 没有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发布拥护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 我干干净净光明正大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对我 我支持 讨回公道的 真的 是的 不过 请你继续将你们过去所做的事 清清楚楚列出来 我再说一次 你在哪间大学毕业 研究的项目里面 本身的资金来自哪里 你跟哪个教授 你不要以为耶路里面 没有中共间谍 中共学术间谍遍布美国加拿大重点大学 是遍布在里面 今天所有出来 去Defend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所谓学者 他们自己都要come clean 这些银症专家 究竟有没有协助中共的千人计划 涉取美国的科技 在癌症疫苗上的科技 你说是否针对华人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是华裔才这么广泛 是三十年来进入西方的高等学府里面 有计划有组织 后面是这样长期涉取西方科技 来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 摊东西可以摊到公司上市 你说多厉害 事实上也是 乔丹就是了 新伯伦也就是了 北京Courtney Mill就是了 Courtney Mill抄袭 无印良品 新伯伯伦将N字New Balance 本来收归几有 还有乔丹 将人家的剪影 Air Jordan入津的剪影 Logo也抄了 然后将中文译名叫乔丹 田北神也有一个东西 G2000也有一个东西 山寨可以做到上市 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 靠涉取西方科技为主 大家想知道更多的内情 包括涉取加拿大的疫苗技术 记住听今个星期六日的 露早茶餐厅 就是说如何 加拿大最高国安级别的P4实验室 在Winniped的一对 华裔科学家 邱香果和成克定夫妇 如何长期协助中共 涉取疫苗和病毒 竟然将伊波拉病毒病原体 寄回到中国大陆 带回到中国大陆 然后引入解放军的研究员 进入P4实验室 拿走实验的材料 这些全部 都是在加拿大的国安调查的报告里面 600页的报告里面 详细描述 还有 康熙洛这家公司 Kensino 这家大陆的疫苗公司 被习近平表扬的疫苗公司 就是长期涉取加拿大 Winniped的P4实验室的其中一家公司 亦都是 跟这两对华裔夫妇 进去之后打开门 请他们进来 到这样的地步 事无忌惮到这样的地步 还有 将Winniped实验室的专利 拿去大陆申请专利 用自己的名字 直接是公开的 当你加拿大政府是死的 真是 打了你的东西 还要 即是等于 新百伦还要告New Balance侵权 问你死了吗? 人无此则无敌 真的 陈茂波无敌 李家超无敌 夏宝龙也无敌 于是 香港将会由自及卿 因为都无敌 谁救你 你吃软雪糕也打碰Taylor Swift 是不是? 下次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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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